喂 妈 有事吗 家里有点事情 快回来 什么事啊 非要我现在回去 哪来的这么多话 上野回来就回来 喂 妈 喂 怎么了 波木招你有事 那我就先回去了 改天再找你们 路上小心 还是嫂子最关心我了 你理解错了 我可是你的干妹妹 万一你要是出事了 你医院里的那些股份 我不是都要不到了吗 你们真讨厌 目前就说完大不离开了 嫂子 问你件事呗 什么事啊 就是 就是 那个 就是 你到底要说什么 不要这么支支吾吾婆婆妈妈的 她不说我来说好了 嫂子 她跟你的闺蜜闹别扭了 想要问问 你有什么好办法 让她高兴起来 嗯 嗯嗯嗯嗯 什么 你惹秦薇不高兴了 你这个王八蛋 你做了什么 不不不 嫂子 你误会我了 这件事情 我又跟秦薇解释清楚 拜托 嫂子 有什么好办法吗 好吧好吧 其实秦薇的性格是大胆咧咧的 认定了的事情就是真的 想要得到她的原谅呢 除非 你得做一些令人害怕的事情 当然了 我并不是只让你去杀人放谎 你确定这样可以吗 不信你自己可以去搞定 不要过来烦我老婆 不不不 我相信 我相信 安嫂暖看着安德鲁跑出去的身影 迷茫的转头看着叶明诀 他跑什么 他怕我哥生气啊 他们都走了 你还赖在这里不走 南丽川扭扭捏捏捏的站起来 再扭扭捏捏的朝叶明诀走过去 再敢往前一步 你的腿就可以分离你的身体了 远欣 要不然 你上楼休息一下吧 好啊 不知道怎么了 老是犯困了 那就去睡觉吧 嗯 哥 嫂子 四哥 我先上去了 叶冉西说着 拉着叶一就离开了 叶明诀抬头看着站在那里的南丽川 有事快说 那个 诀啊 我就是想知道叶九去哪了 这些天我都没有看见他 出去做任务去了 啊 又出去做任务了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应该还有半个月吧 什么 半个月 哎呦 怎么会这么久啊 你把他派到什么地方了 为什么会这么久 不是我把他调走的 而是他自己要求去的 什么 感情这件事 要顺其自然 勉强不来的 我当然知道 不管怎样 我一定会继续的 你告诉我他去了什么地方 我要过去找他 他在M城 我知道了 我认识了